新台湾的新光大道 今天宋秋如早上的記者會 他公佈他的副所 緊接到中選會已經登記了 會員說提醒我們 重點是什麼 他今天是不是很明確宣誓他參選這個階級 而且民調是會往上走 我們看到早上 記者在問他說你是不是一定要100萬才選 答不答得到第二個 如果只有30萬要不要選看他怎麼說 怎麼可能沒有100萬 沒有100萬 大師會出來嗎 相親我們 會 奮鬥持續到底 那就是不要問現在 有多少票 有多少人去聯署 如果 我是選假的 如果我不是真正有這樣的決心 的話 我不會花那麼多的心 去請出我們的 林瑞雄教授 我這個動作 然後就表示說 我們會參選 這種決心 來 林瑞雄大 今天宋主席看起來就是一直在強調說他是要選到底參選的決心 民調他在往上走這樣 宋先生從他決心做選戰以後他就恢復到過去就說 等於不管是送秘書長還是送省長他整個這個作戰的這個部署就很積極 所以他從各方面 但是親民黨的作業我不是很熟 國民黨的作業我很熟 港國黨書記親民黨我不是很熟 但是我也一直提醒他 就是說在實際作業上的一個困難度 實際今年跟以前的不一樣的 但是也可以感受到就下面的那個 下面就是因為這是挫折很 就是壓制很多 就像是他限制很多 所以限制很多下面的反彈更大 所以這個東西到底是怎麼樣 結果我不敢講 但是他自己在感覺 所以他本來這個意思就是我一百萬我有一百萬的信心 那我沒有一百萬的信心我怎麼會找他呢 但是真正在連署的話 所以他連署的話當然 我也曾講過他宋主席說三十萬不選 一百萬一定選 這中間是看 我認為看情況 但是現在他好像對這個一百萬越來越有信心 那但是因為這種技術 這種細部工作 他是不太參與 我們這個做事務工作 我們會知道中間的麻煩度了 但是我也必須強調一點就是說 這一次很多積極來問連署的這個幹 很多人在問 很多人在問說怎麼連署怎麼連署 這個是滿多的 那所以說這到底怎麼樣 這個是我不敢做一個答案 但是可以感覺到說 現在就是很多到今天這個記者會 可能有電視有轉播 當時來就整個我的電話是不斷的 就送真的選 送真的選 這個感覺就是說大家都 就是滿振奮的 並不是說副手是一個原因 但是就覺得他是真正 他是真正 他是真正是要參選 那我也覺得說當然最後 大家我也不知道是為什麼 這個賽德克巴萊他那個精神 不管怎麼樣要奮戰到底那個精神 這個時候在宋的支持者中感染很強烈 在最近就像今天宋也講到 那我也是接受到這個很強烈的告訴我 害得我去看一場電影 到底怎麼回事 對不對 這個是滿 那這個就是他周圍支持他的人 支持他的人就是有這個很強烈這個氛圍 那所以在這個氛圍的時候 宋先生大概感覺就是說 一百萬有信心 他會感覺到這個是要支持 以前支持是一派一派 我是什麼派系 我這一派來弄 我這一派來弄 省長的希望都是這樣子 但是這一次都是一群民眾 那這個副手他會出來呢 他也是感覺到就是說 現在弱勢的困難 所以他最後也覺得說 要跟宋先生呢 就是要打這場仗 你說躺這場渾水也可以啦 但是他的意志很堅定的要來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 整個張昭雄2000年跟著他 到現在可以說12年了 他沒有離開過他 他一個民醫啊 他大可以 他沒有欠送現身什麼嘛 那甚至在親民黨 有時候薪水發不出來 所以張昭雄是掏私房錢 在那邊掏私房錢出來 等下把自己錢 就來彌補周轉一下都會有 那這樣一個人 那大家也會在 所以很多人也在考慮嘛 所以人家講說台灣 你一定要注意到一個問題 就是台灣的醫生在其實 除了現在年輕人是賺錢 他們老的醫生 就是很強烈愛台使命感的 所以這一類的人 他會影響到很多人說 今天要對台灣的問題解決 需要怎麼樣 所以在這方面 當然選票可能有限 但是在這個精神意志裡 上增強很大 董好現在 他現在聽起來 看起來是信心滿 可是你在講你是為自己壯膽嗎 是真的有危險嗎 那還是最大的一個關鍵喔 對 因為宋先生其實 這一波的民調裡面 停滯不潛 甚至往後退 有一個關鍵就是從他宣布說 要百萬連署 還有銀彈要充足 設了兩個門檻 從那個開始 所以宋先生選真的選假的 還是把那一百萬 當作是一個退場機制 引起很多不同的討論 事實上是有很多人懷疑的 那今天宋先生自己 在這個記者會上講說 當然會有一百萬票 當然是 當然他是選真的 不是選假的 這一個話 講得滿堅定的 這個會有助於他的聲線 可是如果你注意看 宋先生整個過程 當然我們不是在 宋先生身邊的人 但是我們從旁邊 就觀察的話 2000年跟這一次 2012裡面 宋先生其實都需要借力 過去來講 他需要借國民黨的力 國民黨處理不好 有錯誤嘛 他這一次呢 為什麼要找林教授 還是借林教的力 宋先生持續有個 有個麻煩的地方就是說 沒有人懷疑受處理的能力 可是對宋先生的信任度 其實是有不同的那種質疑的 但是呢 他找到張教授 張教授先生的時候 2000年的時候 找到一個台籍的 醫界的南部人 你在看到林教授的時候 一樣的背景 一個是 張教授先生是有行政歷練的 這個林教授呢 是一個醫界的先驅者 都是要用這樣子的東西 去幫他有一種加分 或者背書 為什麼 就是要建立一種信任 那這個信任 其實我覺得 宋先生在這場選舉裡面 最辛苦的一段 很少人就懷疑 對宋先生的能力 但是大家在 懷疑 宋先生或者 對他的質疑的部分 就在於說 宋先生會有 變得讓 後面他的追隨者 跟不上 還有 過去這三四年來 沒有人搞得清楚 他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如果 如果宋先生在這過去三四年 是做了很多社會公益的 你看得到的 不一定做宣傳 可是可以被檢驗的 這個會對他 要去改變藍綠 會有很大的加分作用 所以 一般看宋先生會比較全盟一點 可是當林教授這樣的人出來 會幫他衝淡這個因素 可是 回過頭來 他還是一個關鍵 宋先生這兩千年造勢造得起來 是連地方派系都挺 是派系加上民眾 郵離票 跟這個 空軍跟陸軍都有 那現在的宋先生看起來 基本上是靠空軍 這個帳怎麼大 你只在講說一百萬 搭得到 如果照東豪這樣講 老實講很不容易 因為時間也短對不對 這個沒有以前的資源 對 當然是跟 現在跟兩千年比起來 如同剛剛各位前輩聽到說 在兩千年的時候 那時候的大選前的民調 第一名是宋楚瑜 不是阿扁也不是連戰 那可是觀眾朋友可以想想說 我當兩大黨 小鷹跟小刀 在美國往那邊砍來砍去的時候 他們最近還要再去日本 從美國回來再去日本 還要再去砍一下子 在這種前行之下 是不是說是宋楚瑜最好的機會 當然也是最好的機會阿 他們兩個在那裡搭水垢 我說你是鐵皮屋 你說我是預售屋 莫名其妙嘛 宋楚瑜即便不如 兩千年那個氣勢 不過 他的確提供 我們在選票上面 是第三種選擇 我今天不要講說 他是什麼跨越藍綠 什麼打高空那邊 可是我問大家 十年正鋼是不是空心了 黃金十年是不是空心了 在我看來都是空心的 所以宋楚瑜他 因為他跟這個雙英來講話 我認為不是只有參選的演說贏過他 就政治的手段而言 也遠遠超過雙英 雙英都看起來就呆呆的 宋楚瑜真的是高手 我最後講一下 剛剛主持人特別提到的民調 我認為宋楚瑜的民調還會再往上升 會不會破20升到25升到更高 這個我不曉得 但是我們從目前已經做過的 所有民調看起來 宋楚瑜都是第三名 大家注意都是第三名 那當然是先往前進 可是我要強調的是 因為宋楚瑜的堅持參選 參選到底 而且民調往上升 可能會使前面兩名互換位子 你說馬英九跟 目前是馬英九穩定你 對 非常有可能 當宋楚瑜的民調往上升的時候 最後一二名互換 宋楚瑜可能到最後還是第三名 可是一二名可能就互換人了 那我們知道總統大選 當然是一個當選 所以宋楚瑜的參選到底 我認為對總統大選一定會有影響 而且很明顯的我的判斷 就叫各位 一定是馬英九的票變少 蔡英文的票變多 來…運鵬真的是這樣嗎 他搶到一定是馬英九的票嗎 這個第三名到後來拉到了 這樣是什麼 這蔡英文當選 現在各個媒體做出來的民調 如果有宋楚瑜這一組的話 因為還沒有林瑞熊這個變數 所以做下去的話 慢慢大家趨勢可以看得出來 不管他是14還是17 現在低點跟高點這兩個 你認為他是會往上走了是不是 現在有點往下走的 以TPPS的民調來看 有點往下走的趨勢 但是遇到開始連署了 又加上林瑞熊 我認為他民調會往上爬 但是… 往上爬會不會到20或超過 我會造成一二名怎麼樣 我不知道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民調裡面 綠的成分超乎我們想像中的高 這就是我這兩個月來一直在提醒的 2000年以後 所以意思不見得是滿久掉下來 以民調來說 我覺得得票如果是第三名的 最後會很慘 這個我相信 所以大家要避免自己變第三組 那個人絕對被棄到一乾二淨 但是2000年之後 每次有第三組的 當然都是藍營的候選人倒楣 2000年之後 所以我也不認為說 這一次如果真的要棄把的話 藍營還會繼續留在第三組 所以他們回去說明比綠的還多 現在民調 宋楚瑜的支持度 十幾%裡面一半民進黨的 一半是國民黨的 那現在馬英九在媒體民調裡面 還領先一點 所以到底會不會造成 輝文講的說 第一名的 馬烏會掉下來變第二名 我滿懷疑的啦 民調如此不代表投票 這個我先講 那另外我講到那個連署 連署等一下我們再談 不不不 我不說一下 我跟你講 我之前就在齊凱雄的節目分析過 綠的這個接到電話民調的朋友 都很調皮啊 他們到最後去投票會投給蔡英文的 可是他聽到你 你是誰誰誰誰 打來問了 我要投宋楚瑜 他們是很可愛的 那我請教一下 台北市長選舉那一次 宋先生也十幾% 對不對 那個是綠的很調皮嗎 不是啊 那是籃子都跑回去 對不對 那個我覺得 宋先生那一開始 他民調那時候是12% 可是最後開票是4%多 那時候沒有人說 那個綠的去鬧嘛 應該是支持他 那百分之幾裡面 都是藍的比較多 讓國民黨的樓士雄講一下 這裡面就會 從兩個階段來看 其實剛剛已經把那個 國王的心意點出來了 就是說 在未來啟動連署的 這45天裡面 一定會有很多 支持民進黨的基層 不用任何的人 下命令下指示 或者地下電台怎麼鼓動 一定會跑去連署的地方 來幫忙連署 一定會讓他破百萬 因為民進黨的思維 就是希望宋主瑜 一定要參選到底 所以在連署的階段中 這是一定的趨勢 民調也一定會上升 因為他們必須要鼓勵宋主瑜 讓他沒有退的空間 但是到真正投票的時候 真正的藍軍的基層 大多數還是穩定的在支持馬英九 所以到最後 大家還是會回來歸隊 去穩定的支持馬英九 因為不希望再發生 2000年這樣的一個 輕痛愁快的事情 所以這裡面大概 從連署的過程中 一定會有很多人 主動的來義務幫忙 但是那個人是不是 會穩定的支持宋主瑜 大家心裡頭很清楚 但是藍軍的部分 其實是沒有鬆動的 在我們在基層所發現的 大家還是不希望國親分裂 還是希望國親合作 不要再造成2000年的遺憾 因為我覺得宋先生如何思考 他2000年敗選的原因 那當時一般的講法 是講藍軍的棄訪 可是如果你從另外一個角度 去看的時候 如果你從民進黨那邊去看的時候 會有一個有趣的現象 就是說 為什麼會有人講說 綠軍的最後還是回到蔡英文這邊 2000年選舉的時候 宋先生擔任台灣人的省長 光是南部七縣市 砸下的水利跟這個橋樑建設經費 7000億 就要在省主席到省長那邊 7000億的經費砸下去 理論上他在南部要非常強 他強不強也算強 為什麼呢 南部七千日從彰化以南 宋先生大部分都排第二名 他沒有第三名的 可是那造成一個什麼結果呢 2000年的宋先生 在沙喀路的那個選舉裡面 從彰化以南 剛好輸了90萬票 宋先生最強的地區在哪裡呢 剛好就是在北北基到陶竹廟 那當年以宋先生的聲望 以他的基層組織各方面的條件 是這樣子打 那2012年他以第三組 要創造個第三勢力的空間出來 這個仗怎麼打 還是回到那個地方 綠軍的票從彰化以南 藍軍是不可能打到便宜的 那對馬英九來講 守得住 如果守得住彰化 他連任機會就很大 對蔡英文來講是 打下彰化都不一定贏喔 那但是加到宋楚瑜先生的因素出來的時候 就會造成輝文剛才講的 撒卡路的局一定是民進黨樂觀其成 對 好變成三國演力看起來 越來越可能的 可是所謂的撒卡路 那會不會什麼 百分尼署有可能 因為民進黨真的會去幫忙 可是到後來選票的時候又跑回去 那真的是 宋楚瑜馬英九兩個就兩敗俱三嗎 今天啦 已經有很多國民黨立法人出來講了 給宋楚瑜來考慮一下 顧錢大錢有沒有機會退 甚至昨天晚上 昨天傍晚的時候 國民黨又發一個聲明 說馬英九願意 親自去拜訪這個宋楚瑜 前面都說 我不是要結婚啊 你現在才說你愛我 這樣來得及嗎